D&G廣東道分店被大批人拍回頭 店舖的保安員沒有阻止 多名警員戒備又有設置鐵欄 秩序大致正常 有此位寫上東亞病夫和Dislike不換字樣的紙 亦有人擺了一塊板 展示藝人王夏慧較早前在D&G門外留影的照片 市民聚集的杜火線是較早前D&G的保安員阻止香港人在店舖外拍照 不過內地遊客就拍得 事件激怒了網民 有人在Facebook發起D&G門口萬人拍照活動 以相機捍衛香港人拍攝的自由 女法局主席田北俊亦說明 屠人拍照 店舖無理由阻撓 相信今次是個別事件 認為這件事不會影響本港的旅遊形象 香港寬恆電視機請韓元深報導